如果世界上游泳垂不朽,那么我相信这是一种精神,不悔,我们的先列们有这样的不悔,不悔为自己信仰,为革命的付出,所以,他们理应受到敬仰。 到了今天,忙碌的生活节奏让人渐渐迷茫,渐渐失去信仰,明明都是穿梭的城市丛林的蜗牛,却把自己当成孤狼,只为自己奔波劳碌,却对社会公义,公的意识渐渐麻木。 而他,崔永元,是唯一一个最先醒了的人,他明明可以过些闲庭信步的小日子,却偏偏选了一条荆棘重生最难走的路,我不想用更多华丽的词导歌送他,因为他已经是我心目中的现代鲁迅。 星星之火,足以燎原,崔永元先生,我将紧随您的步伐,不管前面是黎明还是暴风雨,我将与您同在。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盏灯,一盏可以照亮心灵的灯,只是许多人将它见闭,从而束缚了自己的灵魂,而有些人却能够点亮这盏灯,于是小小的一盏灯,便照亮了整个世界,正义从来不会苟活于世。 正义必将打破邪恶,正义的脊梁了从来都是值得,正义的胸膛从来都是挺起来的,正义的深夜从来都是一夫百姻的,邪不压正,正义必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